中国是不是以农立国吗 中国粮食生产 一个道理不是问题啊 可是习近平为什么 在他的财经会里面 对于说中国的农业问题 他感到非常的忧心 不但感到非常忧心 还说18亿亩的这个红线 绝对不能突破 还要去等于说严检地 是中国农业的心腹大患 没错 上习近平已经再三的三令五声说 要守住全中国18亿亩的耕地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18亿亩的话 中国人就没办法吃中国食 那这几天 前一阵子习近平不是说吗 怎么样当中国人 就是说中国话 吃中国食 用中国货穿中国衣嘛 那问题是如果中国食没有的话 那你怎么当中国人呢 所以你看 他的粮食是国家大者嘛 他自己有说过嘛 中国人的范围要我们自己 牢牢地捧在手上嘛 但问题是现在呢 我们现在这个耕地保护不够 所以要全力提升我们的耕地品质 然后中国严检地太多 要充分地利用 那所以重视耕地的保护问题 因应中国人多地少的这个国情 中国是人多地少 对 没错 那尤其是他提到严检地 那实际上过去我们都没有说过 什么严检地 什么叫严检地 保险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画面 空拍画面看起来的话 你看 这个地原本应该长得出草的 连草都长不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整个是非常 荒废的这个状况 你看地上好像是坑坑巴巴这样 很像是土地化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严检化 严检化表示它的这个严度上升 那为什么严度会上升 说真的啦 这个有污染的原因 然后你过分地这个 整个烂肯烂乏 然后过分地利用它的地力 这才用了太多农药 会导致这个严检化的过程 会加速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刚刚讲 这个严检化的地方 居然在东北 东北我们小时候不是讲说 那是高粱肥大豆香的地方吗 现在高粱与一部肥 大豆已经不香了 不但不香 还有这么严检化 这个严检化你说 是中国这些年来 整个政策失误的结果 没错 为什么严检化是中国 政策失误的这个状况 因为中国当时要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之后 那我们就要把树木都砍掉 砍掉要发展经济 然后城市人 整个乡村的人口 要搬到城市去 城市慢慢扩大 把树木都砍掉 砍掉之后 结果保洁 因为树木不够之后 水分蒸发的速度太快 所以盐分就上升 就严检化 严检化之后 结果中国现在想到不对 这水源不能海洋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退坑还零 然后又要零 然后又开始种树 结果种树之后 种到最后呢 又要说 现在又要退零还根 所以都是 他们自己在搞来搞去 搞到他们现在整个土地 完全没办法 恢复的一个状态 所以因为我刚才讲的 中国本来就面临 沙漠化的威胁 可是当你把这个 所谓的树木全部砍掉以后 沙漠化变得非常严重 沙漠化非常严重了以后 刚才讲到 我现在要叫做 退坑还零 退坑还零 东西不够重了 我要退零还根 那我现在要搞水道上山 搞水道上山之后 现在整个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一来 又是严重土石流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这个所谓灾情 为什么一下雨之后 灾情都很严重 都土石流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又要 水道上山 又要退零还根 所以他整个这个 这个一下雨之后 土石流都从山上 冲下来的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 因为他们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用了太多肥料 肥料用太多 农药用太多 化肥用太多了 整个土地完全就受到伤害 你可以讲 这是中国拼瘠化的土地 你看他的土地 有些土地原本不是红色 已经变成红色 因为里面的化学成分 已经越来越高 那不是 为什么习近平那么担心 不是只有粮食不足 他现在包括说 像猪的这个数量也不够 那包括说像 这个种子的问题 都掌握在人家手里 所以中国的粮食问题 始终是习近平的心中之大患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 现在中国的森林 一下砍一下剑 一下砍一下剑 你搞什么 他整个严重的沙漠化 这个是7月3号在哈密斯 你要讲到 整个沙尘暴 呼天盖地而来 实际上在哈密斯 因为过去他们都说 我们过去会沙尘暴 但是没有这么严重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沙尘暴 持续了大概40分钟左右 整个你看城市的上空 这样一个沙尘暴 吸来这样一个状况 有点像我们在看这个 阿汤哥其实之前演的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的剧情里面 就有一个沙尘暴 吸来的这个状况 那像100米的这个沙墙 它是一个墙 100米以上这样 往这个城市这样吹过来 那为什么沙尘暴 会这么严重 因为这边的树木 都被砍光光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整个沙尘暴 笼罩在整个哈密斯 那你知道 因为他们这个 刚好在这个附近 就有军营在这个地方 有受讯 那受讯的时候 结果人家军人怎么办呢 他们看到这个沙尘暴来了 他们把这个抓住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帐篷啊 没有抓住的话 他们可能会被这个沙尘暴 这样吹 就直接吹走啊 他们是不是在帐篷里面 那每个人紧紧抓住 不然就被掀走了 那为什么沙尘暴这么严重 我就讲树木 都已经被砍光了一个状况 所以他们现在呢 中国真的灾情 灾情相当相当的产生 因为因为没有树木的涵养 没有树木的保护之下 整个沙尘暴 在整个内蒙古地区 在新疆地区 一吹过来都是维持个三四十分钟以上 好所以你说现在 中国的政策一变再变 一开始我把树林砍掉 我要做耕地 我要做工业用地 结果现在我的沙尘暴来了以后 我要退耕还林 现在我的耕地不够以后 我要退林还耕 搞得大家鸡飞狗跳 但现在粮食不够了以后 退林还耕已经不够了 居然把人家的墓地 把人家的很多的所谓的道路 全部变耕地了 我们刚才讲到说 一下子砍树木 一下子中树木 一下子砍树木 现在中国的方针已经确定了 现在就是要退林还耕 就是这个是最新的政策 已经不会再摇摆了 为什么你看 这是中国中央的这个一号文件 2023年 它的文件里面说 要求农村改善这个 改善这个所谓商账的文化 你想说这个商账文化 跟粮食有什么关系 对啊 为什么一号文件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们中国乡下 很多地方过去都是土葬 所以他们很多祖宗的坟墓 都在这个地方 祖宗坟墓给我挖掉 所以要平坟 对不对 要把它挖掉 平坟 对 挖掉之后这些 宝贱这些都是农地啊 你那个坟墓在这个地方 当然要把它挖掉 所以要各地就开始的 什么平坟附耕 所以要这是你看 坟墓就真的这样 怪手来不分青红照 来就开始给你挖 那当然这些很多 把墓地变耕地 很多民众当然就是抗议啊 说我们祖坟就被那里挖掉 这样一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 这就真的进到这里面来 那你看这也是一样 它的木台在这个地方 但是在上面 因为它们就种了花花草草 种了很多粮食的这个地方 这个就种在上面 它不管你了 这个更经典 你看高丽菜 你看这个木就在上面哦 它就种在这个木上面 就是全部都是高丽菜 然后就是这样 它的粉还真的 那这样能吃吗 当然能吃啊 为什么不能吃 等一下 我这是木地 对 那我这个上面是种 对 那我就在上面这些 种高丽菜 你看现在要 不然呢 不然你要把木平掉吗 不行 那我就用这样 种在这上面 所以它们就会现在只能够这样做 在木上的高丽菜可以吃吗 当然还是可以吃啦 没有问题 搞不好还更加鲜甜也不一定 那你知道市场 你看这都在木地上面耕啊 要不然你就要平粉 不然怎么办 木地种菜 你平粉或是种菜 你选一个 那当然他们很多相信人 就是说那我你可在 我的祖坟上面种菜 这样种行了吧 不要把我的粉整个刨掉 所以他们就 他们过去一段时间 至少产品了 大概200万座的坟墓 到改种稻米 那除了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 鹿 原本在山 很多地方都有鹿 那鹿的话现在不需要鹿了 就把它铲掉 你看 一个一个开始铲掉 然后开始出现这个农地 开始种种种 就要退鹿还耕 还有更夸张的 宝洁你看这个 种成这样 水到上山 这怎么 这样子的 当然大雨一来 一定完全都会玩 你看这是 你完全破坏水土了 这是退鹿还耕的这个画面 你看 大家都说这个有必要 这个样子吗 但是没办法 中国缺粮的这个状态之下 那还有这个水到上山 到这个非常陡峭山 里面都用这样子 大家想说这个 你一水灾一下雨 这个铁定是造成土石 有一个状态 那我要 很多人听到这边 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中国真的搞平坟负根吗 你真的在墓地上种菜吗 你真的在墓地旁边种东西吗 导播我们再看 它不是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它是什么导播再看 它是国家粮食跟物资储备局 国家粮食物资储备局 我的一号文件 就是跟我农业最有关 这也是中国每年发出的第一号文件 这个第一号文件刚刚讲到 你要平坟 要拆除豪华坟墓 占的面积大 花费又大量的人力物力 所以我现在把这真的是国家的力量 要求把墓地产平 种菜种树 这个还是习近平说了 我们要积极开发各类 非传统耕地的资源 非传统耕地的 那就是坟地嘛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是中央的一套政策 就是你那个坟地要给我平掉 开始重新的这个耕种 所以这是真的中国官方的政策 所以说这样子变来变去 而且完全不要专业来的话 灾难就跟着来了 当然很难 我们知道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节目上 讲到所谓极端气候 一下子就下了一天 可能下了一个月 或是两个月的雨 那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啊 你看这在浙江绍兴 突然下了大雨 下了大雨之后 你看这些地方 这就是他们退林还根之后的这些林 这林水道上山 就水道上山之后 水道根本没办法涵养水分 所以水上来之后 你看土石就往下冲 不但是你整个山的土石就往下冲 你整个水道完全都不见了 那不止这个样子 你看这其实在他们当地 是这样子的状况 在市中期是这样 但是在郊区就是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所以水道上山就很多土石流了 对 那土石流 因为土石流下来之后 你会想 有可能会堵住河流 所以你可能下游的地方 会灾情更加严重 比如说像重庆 重庆这原本不会这么严重的 但是因为他们很多水沟 都被下来的土石流堵住之后 整个就开始往上淹 所以我才说 这又是一个复合性的灾难 我以为这个水道上山之后 这个土石流一下来 土石流全部下来 冲下来之后冲到山区是土石流 但在市区里面 还说土石流淹住了排水沟之后 整个市区也造成淹水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看现在整个中央 这个复合性的灾难 是一个一个自己在发生的 这都是他们自己搞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是天灾也是人物 当然是这样啊 比如说你看他们很多稻田 这是太天台风 对 太天台风来到浙江这附近 你看这是整个稻田完全都是被 都是被弄掉的一个状况 因为天灾人祸太多 一下是热一下是冷 那你说这么多的这个水道上山 或是水道在种在里面来说 遭到要嘛就被烟死 要嘛就被淹死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要讲讲 连日经亚洲 日经亚洲是非常轻忠的 是 连他讲的 中国粮食秩序 根本不像他提到这么高 他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重点在 他的务农人口减少 全世界都一样 更可怕的是 中国土壤恶化的严重 被污染的状况 是全世界排到前面的 对 它是日经新闻的报导 它说呢 事实上因为中国的农土 农地的这个 大概有16%遭到 隔拱还有深的重度污染 16% 这根本就无法用了 16% 然后还有包括说 像还有的 农药的这个用地 农药他们 中国大概一共有31%主要 都是用在农药 可能农药的这个 产品流量会非常非常巨大 所以中国呢 不只是整个土耕地面体少 然后他用了很多 用很多化学肥料 还有很多重金属的污染 你看这是湖南 湖南很多地方来说 他们附近的水 这个土都是这个样子 湖南变红色的 土耕变红色 为什么红色 因为你用了太多的化学肥料 在这里面的时候 慢慢慢慢加剧了 它整个 原本没那么红 但是越来越红 越来越红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事实上 而且甚至 而且他说这个红为什么是 因为里面含着大量的金属 有铁 有铝 经过了氛化氧化了以后 就变这个样子了 因为我们知道湖南本身 当地就有产铁 铁矿 那铁矿本来它就是有点红色 但是你又加了化学肥料 跟它互相化合作用之后 越来越红的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农地也没有好好保持 你看很多 我们台湾之前也有人去倒 这个把这个废图 这个废图清倒到农田 他们也是一模一样 他们很多人可能 我垃圾 我就把它倒到农田里面去的一个状况 更没有管制 更没有管制 所以他们现在即使是 你这个习近平 你号称说有这么多的农地 但其实根本达不到这么多的农地 而且你从这一张土地上 在这一张照片上看根基础了 刚才讲整个东北地区 那已经不是高粱肥大豆香了 这些蓝色的地方 我们讲最深蓝的地方 耕地面积20%是严碱的 这样子是10% 再等于说这个地方 大部分的地区 你的严碱程度都在是20%左右了 对 你可以讲这个越南的部分 表示它的严碱化程度越高 那我们知道中国几个大粱仓嘛 包括东北这个大粱仓啊 包括说像这个新疆南北路的话 有一些绿洲在这个地方 那包括说像在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的农地 你看都处在严碱化的过程 所以中国目前严碱化的问题 是相当相当严重 他们就说严碱的总面积 是约莫占中国的10% 这么多 对 那能够 那个严碱的耕地来说 是相当相当多 超过大概约莫有2亿亩左右 所以事实上现在中国 而且你知道 严碱化的这个越来越严重之后 他们根本就要经过土地改良 要经过非常久的这个时间 但是问题是目前为止 中国根本等不到那么久 他们现在就要把饭丸端好的时候 就势必会付出非常庞大的代价 好 宇宙 另外他们也特别强调 所有的种子 他不是说是农业的晶片 而这个农业的晶片 竟然中国也被卡脖子 也在别人的手上 我看那个资料才发现 他养猪 他居然大部分的种猪是国外来的 他现在种大豆 大部分的大豆的种子也是国外来的 我们现在包括什么 包括我的这个大白菜 包括我的辣椒 很多的种子也不是中国的 对 所以这个引用前美国国务期 继续已经讲过一句话 说你掌握石油 你掌握所有的国家 你掌握粮食 你就掌握所有人 所以现在为什么刚刚看到说 中国人还说中国人吃中国食 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就是叫做国安危机 我来跟各位解释 中国现在这个农业产生多大的问题 为什么说它的种子等于是农业晶片 因为现在中国很多的地区高达80% 80%仰赖的是进口的种子 他们中国人说这个叫养种子 那养种子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的国家 他不愿意再出口给你了 那是不是你的农产品 你的农作物 甚至的粮食就断炊了 对不对啊 你今天我进口种子 种子以后在台湾 在中国生产 在中国好像讲的我种了大豆 我在中国做了高粱 我在中国做了大白菜 我在中国做了辣椒 我就再继续种下去不行吗 不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相关的种子 甚至是他还有设置所谓的第二代 第三代 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繁殖 让你被强迫式的 就是得要一直跟他买嘛 还有一个最大问题 这些种子被加入了开关 你只能种一次 你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土地繁衍下去 对 所以这个东西叫基因锁 又讲白了 不然说这些卖专门卖种子 卖这个基因的国家 赚什么 他凭借的就是他相关的专利 设下的一个陷阱 而且呢我继续讲 他最主要的在中国高达 我讲一个最主要的蔬菜种子 蔬菜种子出问什么问题 蔬菜种子一年要花2.24亿美金 进口通通都跟国外买 光种子 对光种子不是进口蔬菜 来好比说举个例子 过去他讲黑龙江省 说是中国的马铃薯之香 对不对 说黑龙江种出来的马铃薯 又香又甜 结果不好意思 高达百分之八成 九成通通都来自大西洋的国家 所进口的 也不是本土的嘛 所以你看你说 中国人现在到底有没有花脑筋 想要去解释 中国人现在他的土豆非常的盛行 他非常喜欢吃土豆 结果中国的这些土豆 他的种子每年都要跟国外进口 对那我们刚才讲到辣椒 对不对 不好意思你以为辣椒又是中国的吗 没有辣椒也是跟以色列进口的 所以他们现在当然很烦 中国的辣椒跟以色列进口 对因为从蔬菜到马铃薯到辣椒 到一些主要的洋食物 中国的四川中国的湖南 都是爱吃辣椒的 那这个辣椒竟然要跟以色列卖 对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 最主要是因为说 他们自己本身的品种 中国人也不愿意吃嘛 这个是很明显的市场导向 因为国外来的种的快 相对来讲呢 整个产品的卖相也比较好 也比较好吃 所以才会导致这个状况 那你说他们有没有花脑筋 想要去解决这个状况 其实是有的 但中国有70家 生产这个相关种子的公司 当然很多大部分 都被大家讲万恶的孟三都 给并购了嘛 他会用这种并购的方式 但他们真正占的份额 占了多少 其实只占了市场大概15%而已 你就知道这个危机会有多大 好那你说如果14亿人 通通都得仰赖国外进口种子 那会不会产生一个大问题 现在这个数字上就看得出来了 我们讲果数就好了 区分几种 比如说那中国的地方品种 或者说我们刚才讲到的 种子厂商自己预呈出来的 另外一个部分则是国外进口的 它比例是多少 3比3比4耶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高达4成中国人吃的食物 吃的作物都是得仰赖国外 而且剩下来的那个6成 比品种比它的销量实力 比它的产品力又比不过国外的种子 所以你想 第一个我很多东西 我要直接从国外进口 我觉得不从国外进口 我在中国自己种 在中国自己种 种子也是国外的 对 种子也是国外的 而且讲到了嘛 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嘛 你要去改善 问题是说这70家种子公司 它的占额只占15% 而且研发经费 中国地大物博耶 你知道它一年花多少经费去研发吗 才15亿人民币耶 所以就是这个情况下 根本没有办法跟竞争嘛 中国现在做了一个决定啦 说这样不行了 我们真的要端好 端好我们手上的这个饭碗 所以刚刚讲 中国现在发了一个消息 他说我们现在干嘛 要中国要大量的投资 基改作物了 对 所以他们等于是想要打造 中国自己的梦山都嘛 但就会遇到一个五大难关 我先讲一个点就好了 各位 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农作物资料库说 你看看我们这边高达52万笔基因 但真正问题在哪里 真正问题在说 收集这52万笔之后 他只鉴定了出来里面的1.5万笔 什么意思 他连自己收集到的种子 到底他的基因什么 他的构成什么 他的特性什么 他都搞不清楚 这个有这么难吗 对所以这就是最大问题嘛 好那你说他想要从事说 透过所谓的核辐射 来造成基因改良的一个做法嘛 结果他们做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不断的核辐射 不断的核辐射 但粮又不起 因为你就算透过核辐射 生产出不同的基因的种子 但他是好闻到死亡 没有闻到丸子病嘛 他是随机的 所以中国他一直不断的在尝试这个过程当中 但问题是国外的厂商不一样 人家地大物博而且是早就已经有先行 大量的database 而且每一笔每一笔到底做什么都清清楚楚 所以等于是说在市场竞争的状况下 就算你想要自主研发 你也会被国外完全的海放 最重要的 孟战图之所以厉害 当然现在孟战图已经被别人诟病了 我要抗寒我就抗寒 我要耐害我就耐害 我今天我等于说 我今天要产生多少的产量 我就可以等于说增加一倍的产量 你说那个都是非常非常高科技的生化科技 对 所以现在比如说 我举水跟稻做稻田好不好 中国现在还在用传统的育种 来去做一个栽培的方法 但是国外不是啊 国外是用工厂化 科技化 甚至是分子化 用分子化来去判断说 这个水稻它的基因到底要怎么样去改良 怎么样去调整 才能在短时间之内 大量的预程 因为讲白了 收成的时间也是一个关键 口感也是一个关键 对于中国人来讲 当然消费者好吃我就买 而且对于生产者来讲 便宜我就用 所以这种情况下 根本没能力竞争嘛 而且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不可思议是 中国人还是猪肉 中国人的猪肉 从种猪到育种 包括还有中国猪吃的资料 都要仰赖美国 对 保利哥 这个数字我看了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中国在1990年代 那个时候他们的种猪呢 占他们国产还有90% 结果说呢 到了后期 大概只剩下5%不到 来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通通都是用这些猪 比如说用所谓的 陈华猪啊 杜洛克猪啊 全部都是来自国外进口 而且种猪一年进口 大家知道要进口多少吗 竟然要进口2万头 2万头的种猪 但重点不在于质量 因为一头种猪平均可以大概生产16头小猪 但这等于说整个中国大多数的市场 95%的市场 通通都使用来自国外猪肉 那我不懂啊 那你如果说今天中国 我去养猪嘛 猪种是可以交配嘛 交配就可以生孩子嘛 生孩子不就有小猪了吗 那我干嘛还要国外的种猪呢 这个东西就跟和牛的道理一样 和牛你像日本最珍贵的 就是它前十头和牛 什么意思 因为它必须要确保 基因能够维持最佳的肉饼状况 如果你今天拿国外的种猪回来 跟自己的配种再配种 最后产生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而中国的猪肢跟国外猪肢 它有一个极大的差别 就是在肥肉的比 还有所谓的生长的年限 国外的猪肢 它只需要120天就能够长大 中国的黑猪要一年 而且中国的黑猪 它这么多 对 差了三倍哦 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销量上来讲 会差多少 再来中国的猪肉 百分之三十是瘦肉 所以百分之七十都是肥肉 大家不爱吃 因为现在人饮食习惯 喜欢健康 国外占了百分之七十 所以这个完全比较之下 完全没有竞争力 所以才会导致 最后整个中国猪 被国外市场给垄断 好 提会 之前我一直不懂 习近平在讲 我要端好我手上的饭碗 中国饭碗你不就端好 你净格就好 它真的有这么难吗 而且它现在很可怕的是 从这次乌克兰就知道 它大量的粮食 还是要从外面来的 对 这14亿的人口 基本上 他们自己有自产粮食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粮食还是不足的 粮食不足的情况之下 又需要靠进口 然后自己的粮食的种子 又掌握在别人的手上 然后就不要先讲高科技业了 高科技业是另外一回事 你知道这种种要求来讲的话 可能就涉及到什么事情 跟中国共产党本来讲的太过功利 太过他们所谓科学发展观没有错 问题是他们的基础科学研究 根本就不足 所以他们对于西方国家 这种生技产业的这种东西 其实他们跟不上 所以他们当然也希望去偷学 或怎么样之类的 但是你觉得西方国家 是省油的灯吗 当然不会给他们 他们会卡脖子 他们很多东西来讲 我想要做你生意 他们连接通玉米种子 都被抓起来 是啊 我要做你生意 我是要做长久的生意 我才不是做一两次的生意而已 所以这样的一个种子 比如我们讲 农业晶片或是种子晶片 这种概念来讲的话 也是掌握在西方国家里面 它不可能是放给你嘛 但是中国来讲的话 又不可能自己研究 所以它简单一件事 我用钱去买就好了嘛 所以以往来讲的话 他们习惯于用钱买东西 不习惯说自己做基础科学研究 所以导致于现在来讲的话 习近平虽然说 要吃中国饭 或是吃中国食 但是你不要想到 真的它的粮食 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中 那你如果掌握粮食 就掌握什么东西 掌握人民的这个命脉 掌握人民命脉就掌握什么 包含这个军队的使用的粮食 等等之类的 这些都会掌握在西方国家里面 所以你怎么打仗呢 你根本没办法打仗嘛 因为你什么粮食不足的情况之下 老百姓饿肚肚子的话 就会造反 那一造反的话那就麻烦了 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 它现在最好是跟西方国家 现在开始妥协了 所以你看到说 不管它的种族也好 种子也好 都掌握在西方国家的 这个高科技当中 那如果你敢 这个所谓的剽怯 或者敢偷取的话 我就用法律战来对付你 所以这个西方国家的话 一渐二雇 通常来讲的话 这个中国无法抵挡